这就是成本很低 只需一个步骤 就能做出和浴室般 精英剔透的咸蛋黄 家里呢 是从来不买现成的 自己做的也比较放心 三块钱一斤的母鸡蛋 咱们先给它打上20个 不会单手打蛋的朋友 可以用双手打蛋 打的时候 切记不要把蛋黄打散 接下来准备1000克面粉 再准备一袋500克的食用盐 按照一斤盐两斤面粉的比例 用你那干净的小手 把它混合均匀 它的时候多抓拌一会儿 这样才能保证腌出来的成品效果一样 下面找个深一点的容器 托盘洗脸盆都可以 家里有不锈钢的最好用不锈钢 这样做出来比较干净卫生 先倒入三五分之三的面粉和盐 用手轻轻的咬几下 把这个面粉和食用盐摊平 再准备一个鸡蛋捏出小坑 这一步既可以均匀的腌制蛋黄 又可以防止它相互粘连 下一步鸡蛋呢 咱们要取完整的蛋黄 切记一点蛋清也不要留 用手慢慢的把这个蛋清晃干净 然后把取出的蛋黄 依次放入挖好的小坑里面 这一步一定要温柔一点 防止把这个蛋黄摔破 接下来把剩下的面粉和盐 均匀的撒在蛋黄表面 一定要盖盐实一点 然后我们用保鲜膜 把这个盘子包结实一点 最后把它腌制两天 经过两天的腌制 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了 如果腌的时间过长 这个蛋黄就会特别的咸 大家看此时的蛋黄像不像汤圆一样 鼓鼓的圆圆的 一个个又白又胖 忍不住了就想来上一口 我们再用手捏一下 软软的非常的有弹性 想要知道里面的颜色 我们把它放在清水中 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差点洗去表面的面粉和盐 真的和美月一般晶莹剔透 而且和鸭蛋黄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呢 时间上只用两天就可以完成 大家学会了 可以多做一些炒菜炒饭 包粽子做蛋黄酥都没问题 感觉做的不错的话 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点刻小红星 非常感谢